PS5 Pro图形性能只提升了45% 那它的游戏效果怎么能翻倍呢 PS5是4K30帧 PS5 Pro变成了4K60帧 它是怎么做到的 答案就是PSSR 这个视频给各位小白同学普及一下超采样技术 那就是索尼的PSSR 英伟达的DLSS 还有AMD的FSR 其实这种技术不难理解 因为现在游戏画面是越来越精美 但是带来一个问题 那就是原生4K60帧的画面 就算如今的卡皇4090来了 也跑不动 只能跑20几帧 那这时候呢 显卡厂商有一群大聪明就说了 那让游戏跑1080P分辨率 帧率不就上来了吗 就流畅了 但是1080P分辨率的画面就模糊了 于是又来了一群大聪明说 使用AI算法 把1080P的画面拉回到4K就行了 但是1080P分辨率的原生像素点 只占4K的25% 我们套一下现实 先说PS5它是没有AI硬件的 但是它支持算法也就是软件的超分技术 比如黑神话的PS5版用的就是FSR的2.0版本 是软件的 PS5 Pro是有AI硬件芯片的 它可以使用PSSR 它可以把运行在2K分辨率60帧的画面拉回到4K60帧 但如果2K分辨率跑不动60帧怎么办呢 那就降低到1080P60帧 再拉回4K60 如果1080P还到不了60帧呢 那就只能从720P60拉回到4K60 另外要说一下 PS5的那个画质模式 高保真模式 有很多游戏也不是原生4K30 而是动态分辨率的4K30 大部分实际分辨率在1080P到1660P之间 所以说以后这个真4K 原生4K60的游戏越来越少 以后那些画面精美的游戏都是用超分 也就是假4K 估计就算5090来了也撑不了多久 我估计这个观念很多人不能接受 你不接受也没办法 实际上原生4K的那个画面和DLSS质量档 区别不是特别大 甚至DLSS的平衡档都可以接受 那以上呢 有说的不对的地方 欢迎大家纠正 就算有不同意我的观点的 也欢迎有好评论 最好有理有据